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原来都被Google Map误导了 明明搜寻的是机车路线 但显示的却是民权东路六段 左转上提顶大道 地上画着进行机车标线 民众只能无奈 而附近的居民感受很深 一般的民众就傻乎乎 一直往前走 上下班至少有五次以上吧 如果假日的话更多 晚间六七点下班时间 被误导的情况更严重了 我们实地之急 后面有一个人出来了 这个人被误导了 你是被误导的吗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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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还是很多机车 不到半小时就有七组迷航 有的逆向往回骑 有的低头继续用Google Map 试图找回正确的路 还有人赶紧打电话求救 原来在这个路段 Google Map显示的是重机路线 一般机车组只能自认倒霉 Google表示资料来源可能未尽完善 未来将定期更新 而导航Bug也出现在Apple Map 有民众发现停等红灯较久 路线就会不断更改导致迷航 至于卫星导航机引错路 过去案例就层出不穷 干扰因子包括剧烈天气状况 与含有金属成分的隔热纸 另外行车记录器等3C产品 也可能产生电磁干扰 车内环境的话 一般的话是隔热纸所造成 隔热纸如果要选配的话 尽量选择GPS跟E-TAC 不被干扰的纸张来做张贴 如果说是车内的电子干扰的话 也可以选择加装强迫天线 此外现在市面上也出现不少 外接GPS天线的引力系统 号称不被干扰率 比一般手持式卫星导航机 提升约20% 也有企业针对导航精准度 开发APP 你看到我们这边可以预设 各种的交通工具 有汽车 机车没有分开 重机还有一般机车 以及大货车 光就行车模式 选项从小车到大车 统统有 并且与全台CCTV合作 行进间主动跳出及时路况 提供参考 600公尺后 有固定特速照相 限速50公里 速线告示 高楼 标线 分隔线 没有一样不拟针 导航模拟开始 同样一段上高价路程 Google map高价与平面 两者重叠难辨识 而导航F的3D立体图像 让人更容易辨识该走哪条路 提升辨识位置的精准度 降低看走眼的可能性 就靠投资人员巧手 并每月定期更新 业者号称拥有全台最大地图图资资料库 Google其实一开始进入台湾市场的时候 这些图资是由我们来做提供的 那当然到现在的话 一直都是我们跟Google 都是有合作的关系 神秘测绘车曝光亮相 图资讯息就从这里来 摄影机那边没有距离 所以是要透过光达那边去知道它的位置 距离与物体辨识透过光达 雷达与摄影镜头相互辅助完成 且就算没有网路 离线照样能操作 不过享受服务的前提 口袋得先备好钞票 利弊优烈常用导航载具Bug分析 下次上路前 备案先准备好 否则碰上不可抗力因素 迷航又将上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